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收听青农市集onair 我是林大米 今天节目的关键字是种子 有种子就有希望 种子就是生命力 这个道理众所皆知 但是谁拥有种子 谁能掌控生命力 这些问题值得关注 而农业就是从种子的搜集 种植跟选种开始的 自古以来 这些种子的管理都是由农民掌握 尤其是女农 但是种子的生命力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当企业嗅到了这股商机 就一发不可收拾 让种子成为了交易的商品 剥夺农民的种子掌控权力 也成为种子商品化的重要前提 但种子商品化之后有什么后果呢 20世纪以来 全世界的作物品种已经有高达75%消失了 多元的饮食也被工业化加工食品取代了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农民 对这样的趋势不认为是所谓的进步 面对着重大的挑战和压力 全世界各地有许多农民 都有迫切的使命感 努力去搜集保护播种 并且分享着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种子 这个月的国际农业新闻 跟大家分享来自非洲与南美洲的种子资讯 接下来时间交给每月月初 为大家编辑国际农业新闻的农友蔡雪晶 最近有一项关于非洲种子生产者的研究 由国际非营利组织GRAIN-Grain 与非洲粮食主权联盟AFSA合力执行 在六个非洲国家透过农民调查与访问 了解各国的种子现况 报导当中农民一再表示 他们自行留种或交换的在地种子 不但比较好吃 比较营养也具有重要文化价值 而且比较能克服病虫害以及气候冲击 但是种子公司农业资讯单位 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 持续极力推广杂交种子 搭配化学资材的农耕方式 新的改良作物声称是比较现代 进步高效率的选择 而许多农民也开始跟上这个潮流 但花钱买了种子与化学资财后 农民收入常常没有增加 增加的反而是债务 调查里面有农民表示 种子是神圣的 种子是用来连结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 也有人回应 女性因为掌控并保存种子 所以是我们地区种子系统最重要的角色 如果一位女性没有自己的种子 那就是无能为力 看了非洲再来看南美洲的中心巴拉圭 有来自农村与原住民妇女组织Konamuri的消息 这个组织集合了巴拉圭200个农村社群 他们第一目标就是收集并保留巴拉圭的在地种子 组织的创办人葛雷洛表示 这项工作就是要跟时间赛跑 同时对抗大规模工业化农业的扩展 虽然有这一群努力保留种子的女性 但是到目前为止巴拉圭已经失去了六成的在地品种 甚至有的社区连一项在地品种都找不到了 Konamuri的女农每个月举办种子分享会 让农民除了交换种子 也可以学习更好的种子保留技术 还有了解每一种种子的文化、饮食以及药用价值 但是威胁又来了 如果巴拉圭签署加入部分南美国家与欧盟 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里面所包含的种子公约 可能会让这种种子分享会变成非法活动 当世界各国的公益组织喊着要解除饥饿时 或许就该听巴拉圭的保种女侠葛雷洛所说的这句话 当你的家有种子 你永远不会饥饿 以上新闻由蔡雪卿编辑播报 走读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好玩 听到的这个音乐 是排湾族的鼓摇 伐树歌 而这首歌曲收录在 新宝岛看乐队的第十章 也就是第十章里头 歌词里头唱着的是 我有一棵相思树 我要把它修剪整理 要让它呈现出最完美的姿态 要把多余的树枝剪除 小枝的留下 好让小鸟有竹槽栖息的地方 更要让后代子孙 有遮阳成凉的所在 我要在这里告诉所有人 我的理念 高过这些所有事物 也希望你们也一样有崇高的理想 说起保种 育种 在台湾有许多第一线农民投入其中 尤其原住民是最有系统性的 从生活中开始实践 对他们来说 留住家传的种子 不只是留住传统文化 也比市场上卖的蔬菜 更能够抵抗气候变迁的各种挑战 例如在花莲吉安的台开新农场负责人 是阿美族的吴雪月 他就有种植像轮胎茄 昭和草 黄藤等等数十种野菜 还有花莲的邦茶农场 负责人苏秀莲 他发现阿美族的传统野菜 在风灾还有寒害当中都没有受损 因此相信适合在地种植的野菜 将会是餐桌上可替代的重要食材 但面对部落的人口老化 种植减少了 种源也逐渐流失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特色的作物 保种任务就更急迫了 也因此花莲农改厂 他走访部落 向长者们询问种植 还有使用的方式 以及作物相关的故事 文化的意义等等 记录以后归纳成册 可以让当地的农民种植 而且协助开发相关的产品 还有举办节庆活动等等 并且在部落国小设置了保种田 让保种不只是留下种源 也留存了文化和语言的知识 所以不管你是到花莲的台开心农场 或是邦茶农场 他们的保种行动 都能让你的农村小旅行更有收获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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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现在这种物换物事集越来越流行 物换物事集是蛮棒的一种资源共享 还有不浪费资源 那有时候去交换书啦 有时候交换衣服 交换各种生活用品 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交换种子 在今年台湾竟然出现了一场 史无前例空前的 很特别的一场活动 就是种子交换会 其实我们也知道 没有种子就没有作物啊 那没有作物也就没有粮食 种子这么重要耶 可是可以算是一个生命必需品了 但是对我们而言 我们距离种子好像很遥远 我甚至于敢说 现在听节目的听众 很可能有人连种子都还没有摸过 因为每天就吃饭嘛 买便当啊 然后都是现成的食物 所以可能没有去留意过 种子交换会 那你能够去参加这个交换会吗 那你能够想象 这个种子交换会是在做什么吗 我们今天呢就趁机会 来和种子拉近一点距离 那要跟种子拉近距离 全台湾只有一位可以快速 最有效率帮我们拉近距离的人 他就是台湾大学农艺系教授 郭华仁老师 老师好 小米你好 老师我是大米啦 哦 是的 没关系我今天跟大家玩这个游戏 你都没有小米的关系 从来好了 这个我们这个很有趣 就是这样子 就是小米变大米 没关系 老师你为台大第三年前农艺学系退休 其实你也没有真的退休对吧 真正小米变是不是退休了的生涯 其实我是无缝接轨啦 就是退休之前 差不多四五年 我就这个研究价位做较少 慢慢的跟这个民间的团队 就慢慢的合作 所以等到那个退休以后 那我就真的是无缝接轨 我还是继续我的工作这样子 是 你的工作 其实之前如果说是教育工作 那无缝接轨之后 叫做什么工作 看起来好像也是教育工作啦 只不过说对象 从这个大学生研究生 就变成一般的这个朋友 一般的人民这样子 是就扩散的更广了 就像今天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想说拉近跟种子的距离 事实上是在老师您也就三年前 就推出的台湾第一本专书 特别在讲种子 叫做种子学这本书 二十二万字 人家说啊 二十二万字哦 那要买这本菜苦力一下 是 那我们也想要直接谈到 在刚刚十月十四号才举办过的 这个种子交换会非常非常成功 强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个华东的意义在哪里 这种子啊 人类农业大概一百一万年的历史 那这个很早以前 那种子呢都是农民 呃种了以后 那到田里面选最优秀的 这个竹子呢 然后把它的种子 这个留下来 呃下一年 明年再种 那这样 连复一年的这样子的 这一个流种 致用的这一个过程呢 那么慢慢的就演变 呃这个有很多的 非常好的这个地方品种 那这一个呃 是一万年来的 这个人类的习惯 那只不过呢 呃最近这一百年 那逐渐这个生活形态的改变 社会变迁 所以导致呢 大部分我们台湾的农民呢 比较少去做这种流种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呃到这个种子行 种子店 种子公司去买 那这样子的这个呃 流种自用的这一个呃情况 就减少很多 呃可以说农业上是一个隐忧啦 呃所以呃这一个 2010年呃之前几年 那就有民间团体 不同的团体呢 分别跟我讲 说他们想提倡这个呃 农民的这个保种 的这个运动 那我觉得说呃那个时候已经到了 因为国外大概1970年代就开始 呃有这样子的这个倡议了 那我们台湾稍微慢一点 但是总是有所以我们就在2010年呢 那我就请大家呢呃这一些团体来我们台大 荣一系来开个这个这个保种 座谈会 哦那是第一次了八年前埋下种子 可以这么说 呃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呃商量的结果就 觉得说呃这个每一个团体呃想法都不一样 很难有一个单一的组织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候我就说那我们是呃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呃这一个然后呢这个各自有什么不一样的活动 呃我来汇整 嗯所以我们有一个农民保种运动的网站 嗯那我都把它汇集起来 呃那这些活动就包括呃做演讲呃或者这一个呃研讨会呃 呃或者写书啦等等的工作那我都把它汇整起来 那到了2014年就四年以后那我就想说已经四年了 这个要验收成果 所以我们又开一次会 所以呃在那一个会的当中呢 那我们就有讨论说什么时候来办一个全国性的种子交换 因为这前面这四年当中呢呃各地都有小型的小规模的 种子交换的这个活动 那可是呢呃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哦 那这样的话这个意义才能够彰显出来 所以呃这个幸好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呃就是承办呃水花园有机农夫市级的台北市文化探索协会 嗯他们都要承办呃今年全国农学四级研讨会是 所以呃这个呃呃因为我刚好是水花园呃有机四级的这个指导老师嘛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是不是今年来办一个全国性的种子交换会 嗯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来源就促成了是那这个全国性的种子交换会老师你刚刚提到呃这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嗯所以有时候全国各地也多少都有一些相关的种子交换的这样子的活动 做这件事情然后累积到一个全国性的交换会他这之间的互相之间的影响或者他的意义又是什么 当然了有人说那种子特别是这个有机自然生态农法的这个农民呢 那么呃都是希望能够从这一个呃自己的田里面去寻找最好的这个后代 嗯然后呢把它这个保留起来然后再来种嘛 嗯那这个一般农民都有这样子的的这一个经验 就是说一开始从外面脑的一个种子来 第一年都是长得不是没有那么好可能没有那么好 可是呢你假设去每一年去选那个最好的 那他会越来长得越好有这样子的经验 嗯那可是呃有时候那我们呃这一种这个农业生产哦 也需要新的这一个基因啊 哦有时候来个比较远的从比较远的地方来找到不一样的这个农作物 例如说南部的气候跟我们北部就不一样嗯那可是南部的这一个农民 他手上的这个种子呢他里面的这个基因呢就可能跟我们北部的就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假设能够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呢那等于是说把这个 别的地方比较好的基因呢基因型呢把它引到我们的田里面那可能 一开始没有那样子的合适我们的这个农 honorable们的农员农场 但是经过几年的这个我们就选那个最好的这样子的这个活动呢那可能可以把那一个 以前我们没有的特性 就是变成我们这边可以种 而且种得比较好的种子 我刚刚听老师这样形容 我就可以想象 那个种子交换会的地方 大家拿着手上自己的种子 然后眼睛看着 对方手上的种子的那种 互相想要了解彼此 然后希望有机会结合也好 或者是能够蹦出 更不一样的火花的那种期待 只是这样子的一些对种子的认识 你说对于它基因的了解 它对于土地气候这些 那是不是等于我去接触 这个种子交换会 我个人来讲也都应该有具备 一个相当程度的了解 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这个农民保种来讲 主要的这一个条件 就是说懂得怎么种 懂得怎么去留种 怎么去保种 大概这几方面的这个基本知识 有了就可以了 那这个至于说很高深的 那一些教科术上的这个知识 我觉得那倒是其次了 听起来老师你是说 我们任何人阳台 如果有种一盆花 或者是小菜园里面种了一些菜 我也可以慢慢练习 留种保种吗 然后有机会遇到种子交换会 也可以去跟人家交流吗 当然也可以了 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这个都会地区 那么都有市民农园 那这个市民农园都是很小面积的 就是例如说豆科的或者这个瓜类的 只要少数几株呢 那就可以做留种的工作了 所以这个可以从比较简单的做起 老师这种从简单的做起 你觉得一般的消费大众来讲 是不是他们也都有一些 开始可以试着去接触种子的机会 然后像这样子的 我们从种子交换会 回来看我们自己日常生活 那他跟我们一般没在种铁 没在种菜的人来讲 那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纯粹消费者 他本身没有在种 那当然种子对消费者来讲 就没有特别的意义 但是农民保种要能够成功 其实消费者扮演很重要的任务 也就是说那一般的农民 他要种种这个农作物 他总是要卖 近代这一百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要卖就要有这个消费者想买 所以消费者假设没有去意识到 这一些传统的古老的品种的好处 那他就不会去要求 那不会要求 那农民就没有立场或者没有力气 去做这一些古老的传统的 好品种的这个流种的工作 那么假设呢 消费者我们知道说 什么品种什么老的品种 非常好吃 可是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 那这个时候我们消费者主动出来 透过什么机会 什么场合告诉这个贩卖者 告诉农民说 你能不能提供哪一种品种的 这个古老品种的这个产品 那我愿意买 假设有这样子的需求跑出来的话 那农民就会想种 那农民想种 他就必须要去流种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这个农民保种运动呢 就更加蓬勃发展 那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我们 例如说到这个日本去旅游 到京都 那这个到京都除了去看这个 金格寺或者什么櫻花以外呢 其实京都的饮食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他们有时候餐厅会推这个京野菜 京都的野菜 野菜就是蔬菜啦 就是京都呢 他们这个周遭的农民 一千年来都是种古老的品种 没有去种新品种 那为什么 因为这些古老品种千锤百念 所以他们品质非常好 很好吃 所以京都的人就很喜欢吃这一些古老品种 那认为说新的品种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京都的这个消费者支持 所以他们农民就可以把这样子的这个品种 保留一千年到现在 所以到京都要去找餐厅 要去找一个京野菜的 这三个字呢 有挂这三个字的餐厅就可以了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那我是台南人 台南人这个嘴巴很刁 有风声的 是啊 我们在吃这个鸡南炒牛肉 鸡南炒牛肉 你假设这个餐厅 他买的这个鸡南 是一般的鸡南 那台南人会不高兴 台南人要吃鸡南 鸡南炒牛肉 一定是白鸡南 白鸡南炒起来 就软湿软湿 较好吃 所以因为这个 台南人有这个习惯 所以台南的餐厅 他就说我要爱这个白鸡南 要爱白鸡南 当然 虚书那些农民 一直蒸一直蒸 这就是古早时代的边境 这样说起来 一般在台南 其他所在可能 较难买到白鸡南 可能较难 我连听都没听 因为我有多鸡肉 所以老师我感觉 这有一个困难度 我们现在要把功课 但消费者 消费大众 关于消费大众 一年纪来说 越老再越早 越知道 古早边境 年轻人都不知道 经验对这个 经验太少了 那个嗅觉 那个品尝的经验 都太少 所以对于古老品种来说 你说油消费者 都可以去创造那个市场 好农友的保种运动 可以继续运作 但是我们要怎么 实在说 什么是古老品种 是 大美你这个问题 非常好 谢谢老师 因为这真的是 这个保种运动 我们的保种运动 最后困难的地方 没有这个消费者了解 比如说 我这个年纪 我们在吃香瓜 那真的是香瓜 会香 但你现在吃的香瓜 你说我们顶市面上 买香瓜 都是甜瓜 对啊 就吃下去 留着甜甜 甜甜而已 基本就没有香 那怎么可以说香瓜 古早时的香瓜 是那个比较多 皮是红色的 肉这个白色的 那个香味非常的浓郁 可是现在买不到 现在买不到 所以我们可能 会慢慢的去处理 这一个问题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将来准备了 就是说 尽量去收集 这一些古老的 好的品种 然后呢 把它做成这个料理 然后呢 这个让 这个消费 这个消费者 能够体认 这样子的古老品种 真的是不错 那这样的话 就慢慢的 应该可以带动起来 是 老师 所以古老的这些品种 他们还能够 被好好的保存下来的 数量多吗 这个我的了解 在台湾 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可以慢慢的去找 那因为有一些地方 这个 例如说原住民 那么他们有很多的豆类 是平地 是没有看过的 这个 那可能比较这个 偏僻的这个乡间 可能也有一些特殊的 这个品种 一般的人也不了解的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拜托 因为例如说以这个蔬菜来讲 那这个蔬菜的专家很多 这些专家呢 可能知道古老有什么好的品种 现在没有在种的 我们要把这一些资料 把它收集起来 慢慢的 也不能太慢了 然后来这个积极的去 把它这个 把它重新 发解出来 是 我觉得如果去 用嗅觉 很快就可以 唤起大家 种子跟自己的距离 有多紧 因为 你确实就是知道 你曾经吃过 那么好吃的 芥兰炒牛肉 就应该是那个味道啊 那怎么没去 现在都吃不到 原来是 那个品种 都没人再增了嘛 所以 也好 去 知道说 这个东西值得保留 但是老师 我觉得人类也是很矛盾 你刚才说 我们种子交换会 有时候在高温 的时候就想说 看怎么 还能 由南部 北部 这样 互相交流 看能 找出国家 种出国家 好吃 国家好的品种 这个 都很无法 我就是因为这样 我跟人家说 这支就是头 头来头去 古老品种 就头不去 才会变成这样 也是有可能 就是说 这个 我们 农民 要老种 就需要 一些地色 就是说 这个 有男种 可能的时候 要去 不要去 怎么预防 这个品种的混杂 这个是 这个保种工作 里面一个重点 这个要透过教育 就是说 我们有办 这一个 研习会 或者我们有 这个 有这个 我们网站上面 有这个 有资料 可以去 去参考 这样子 是 郭华人老师 您 常年在经营的 观点种子网 哇塞 这基本就是 一个超级 博物馆 然后资料 真的就是一个 宝库 所以观点 种子网 只要大家 记得这五个字 就可以去 这个地方 可以 绝对可以 挖到很多宝藏 今天 既然我们 针对种子的部分 请老师 提醒一些 对于这部分的 了解的重点之外 说着说着 其实就讲到了 刚刚的 所谓 混来 混去也好 或者是说 我们就是想要 追求更好 然后包括老师 刚刚提到的 对于植物的基因 这些 就想要改良 改良 可是后来就改出一个 叫做基改的东西 这也是人类自己很聪明的地方 但这个聪明到底是 它到底是善还是恶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但今天既然 顾华仁老师都出现了 大明一定要 最起码最起码 丢出一个头 一个影子 让大家知道 以后要继续跟着老师 他的讲座 他的网站 他的书 继续挖宝下去 那这个影子 这个头呢 就是11月12号 顾华仁老师 即将在成功大学 举办一场 基改孟山都的真面目 这个讲座 那么11月22号 礼拜四 是晚上6点到8点 这个时间 而且这个基改 真面目的 这个影子专程 是用台语来影子 老师你太厉害了 老师你敢先 给我们透露一些 你这段影子 会讲的东西 能先赌为快 应该做的这个 经济 其实是近20年以来 全世界 美国 到澳洲 五六间 大间的这个農药公司 他们做出来 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 因为他们想要 赞入全世界经济的企业 你说全世界的这个 种子市场 国际市场 现在已经 超过一半 被这五六家 农药公司给掌控住了 全世界 全世界 然后被五六家掌控住 对对对对 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倡 这个农民保种运动 想要对抗的 这个巨无霸 就不要被他们垄断 那这一个 孟山都 是这五六家里面的龙头老大 几乎这个有一半以上都是他的这个种子 所以这一个这二十年以来 那全世界种的这个基改的这个龙作物呢 那么大概他的面积呢 大概有将近全球的龙地的这个一层 稍微多一点点 哦 地球上已经有 百分之十一十二 都是基改作物了 对对对对 那种了二十年的这个经验呢 告诉我们 那这一些这个基改种子呢 就是赚钱的主要是基改公司 种子公司 农民赚不了什么钱 因为这个种子很贵了 贵到两到五倍 那不但农民赚不到什么钱呢 那反而像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农民 像印度了 这一个南美洲的这个阿根廷 呃这个这个巴拉瓜 这一些地方的农民 或者原住民受到很大的伤害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呃这一个以孟三都为主的 这一个这一些基改公司呢 呃用很多的这个欺骗的方法 告诉这一个全世界的这个政府 跟消费者说 呃基因改造的这个产品都很安全 那这二十年来 从头到尾都讲很安全 可是呃最近这十几年 有很多的证据呃就开始质疑 这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那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说 呃他到底安全不安全 呃学术界没有定论 嗯 所以表示呢 那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比较 紧接性的 预警性的这个态度 来面对基改的产品 可是呢 他就用各种方法 呃来这个强迫大家接受 呃这个有科学家 他发表了论文呃提出来说 基改公司 基改的这个产品呢 可能有健康风险 马上被迫害 嗯 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呃 迫害的这个手段 呃都可以说 可以说明目张胆的在进行 呃然后呢 他又会呃 呃笼络这个好几个 这个政府的这个关联 来让他的这个产品 容易这个呃过关 呃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基改的这个种子呢 有大概80% 可以忍受除草剂的 那这一个除草剂呢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嘉林塞除草剂 那这个嘉林塞除草剂 也是孟山都的产品 那这个孟山都 他呃推出了这个 这个二三十年 推出的时候呢 他已经知道说 他可能有一些健康风险 可是他故意不谈 他在广告说呃 这个产品呢 对呃人类是没有毒性的 那在土壤很容易的分解掉 所以非常安全 是最安全的这个荣耀 可是后来呃 这个研究记 研究呃的这个论文 一再呃这个提出来说 他其实有健康风险 呃2015年呃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 国际癌症呃研究所呢 他们就宣告说嘉林塞 呃对动物会造成呃 癌症 对人类也很可能造成癌症 呃这个很多美国农民 因为呃这个患了这个癌症 所以就呃一个一个都去告这个 这个孟山都 嗯 那么呃到八月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美国一个学校 呃学校的这个校工呢 出导地上面没有血 他有风险 嗯 只能拼命拼拼命拼 拼很多 就他得了这个非核结晶式癌症 嗯 那么呃 所以他知道说呃 WHO世界卫生组织说 他可能治癌 所以他就去告这个孟山都 而且终于呃告成了 呃这个在告这个呃 官司打官司的时候呢 他的律师团呃利用这个呃 资讯公开法去把孟山都跟呃 学术界跟这个政府关联 还有他内部的一些资料 全部挖出来嗯 那挖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说 原来他用各种这个很恶劣的方法 在呃推出他的产品 嗯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消息呃 在这个法院里面曝光了百分之十 啊 才百分之十哦 嗯 那个就把这个一个陪审团 说服了对 你说啊你这样做 这样 不然叫我们相信你明山都 说你没事情 对啊 所以后来就呃这个赔了大概 呃相当多的钱 好几亿遮合台币 这个新闻我们 对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也有发现 天然这真的是呃 终于有一件呃 透过官司 然后让大家看到孟山都的真相 今天我们希望透过过华人老师 短短的在节目中 这几件事情提醒我们 那可以希望大家在节目之后 多记得多去做一些相关的功课了 包括保种 留种 还有包括基改孟山都的真面目 这一场座谈 可能座谈哦 大家有空能够去的话 这个座位也有限 不过呢 你随时只要能够像是关注过华人老师的脸书 哇 资料真的很实用很重要的都有 再来就是向老师的观点中指望 这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这里面的宝藏非常非常多 谢谢老师 谢谢 今天播时间来到教育电台青龙世纪洋夜的节目 谢谢老师 谢谢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台北市的永康街因为小笼包而成为著名的国际观光景点 但是行啊来的内行人才知道这里的小农市集更有看头 最近你要是来永康小农市集 可以遇见来自新竹尖石乡的奇异果 迷猴桃 还有像鼎盛养风 野绿有机棉 祖传酱油 新鲜鱼场 加红有机茶园 新田地手工酱料 辉药无毒菜园 有助牧场鸡蛋 酸肿面包 水流装养奶 糖婆醋 阿红手工豆花 等等等等 哇 这摊位种类好丰富 就让大家自己去现场挖宝吧 永康小农市集 地点就在台北市的大安区 永康街八号 永康公园里头 每个月第一个周六和周日 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都有 记下来咯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青农市集onair节目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农村农业故事 欢迎在网络上搜寻四个关键字 米米之音 下礼拜一傍晚五点二十分见咯 拜拜